我不管我以前都拍到現在 我現在在拍啊 你 拍完以後那分手呢 我覺得是有種情趣吧 我就看那個男的 我還有好幾個在別人的手上欸 所以我的心態就是說 今天如果有流出的話 跟你講這些男人 會讓你死得很難看 你那媽你敢流出來 我看來我不會饒你 你告他嗎還是怎樣 我一定會告訴他 那當然這個都會 拍不是不行 可以 這是情趣 因為本來就有情趣 我還有玩SM的吊起來的 那個尾罩拍 我當然要拍起來 這才叫一個記憶嘛 靠杯你靠杯啦 靠杯啦 靠杯誰啊 當然是靠杯你啊 不然還靠杯你 我什麼叫靠杯 我說完美 靠杯你吧 你很成靠杯欸 基本上就是要靠杯一些 很靠杯的事 看我的奶多美 你要靠杯為什麼 靠杯我奶太大了啦 你跑不掉在那邊跟他講 今天要靠杯的事情了 就是合乎我們現代的時事 原來我們是走時事路線 原來我們要關心社會 局勢社會 統治社會 我們對社會的回饋 是非常之大的 我太難了 蛤 男人打女人喔 被打的原因是甚麼 這種男人是比較沒有 沒有自信的 所以他很容易 因為女人的一些行為 刺動他的內心的自卑心 他就會動手打 因為我自己 我遇過男生是這樣 當你沒有跟他說 我愛你的時候 他就要動手來打我 因為他沒有任何能力 所以他很容易怕被別人看不起 你自由看不起他的時候 或是沒有聽他的時候 他就會想要用這種方法來戰勝你 那遇到你這種女人是打不下去的 欸 我打他 我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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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打我的理由通常都很怪 我沒有回答他 或是說他覺得說 我今天跟別人出去 或是我今天跟別的男生講話 他就可以打我 小朋友 你是否有很多 我好 其實說實在 拍影片這種事情 尤其這種性愛影片 很私密的 這有兩種說法 第一個 因為我們現在是名人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不會去拍影片 可是大部分Nobody都很喜歡看 可是我不管 我以前都拍到現在 我現在在拍 我拍完以後那分手呢 我覺得這是很種情趣吧 我就會看那個男的 我還有好幾個在別人的手上 所以我的心態就是說 今天如果有流出的話 跟你講這些男人 會讓你死得很難看 你那媽你敢流出來 我剛才不會饒你 你告他嗎 我一定會告死他 那當然這個都會 我覺得任何男生 都沒有存在這樣對任何女生 我覺得我跟你之間的 感情交往的時候 我們兩個拍都會有這麼兩個情趣 你應該這樣講 拍不是不行 可以 這是情趣 因為本來就有情趣 我還有玩SM的吊起來的 那個偽造拍 我當然要拍起來 這才叫一個記憶嘛 很多男人認為 洩漏秘密的罪不是罪 我跟你講現在在棉蛋 你們自己知道 洩漏秘密的罪很大條 我好無奈 我們今天第一集 就幫你給你搶成這個樣子 不是 因為我有遇過 他也是之後拿那種東西威脅我 是嗎 所以我 所以我的故事非常有名 我之後就直接 我直接趁著吊虎宇山之際 我知道哪些東西威脅我 所以我把 跟他說假裝要和好 我請他先出門 我到他家裡面 直接到左將來開門 把主機抱走 直接東西敲破 然後他到法院告我偷竊 我成長正功上去 東西都沒有了 所以法院 法官還判我 法院他還判我妨礙自由 我現在有錢科 我有妨礙自由 因為我妨礙他用電腦的自由 但至少保護到我自己了吧 不要隨便學姊姊憂戀過 我再問你一件事 像你既然已經拍過 有這樣的經驗 發生這樣的問題 那麼你為什麼還會一錯再錯 你怎麼還會一直來 我還會繼續拍 我第二個男朋友知道說 我上個同步行人用的威脅我 他也照辦處理 繼續 啊 他也用這個淫亂照來威脅我 但是後來他 他沒有發啦 他就常常跑嫁的時候 會拿一個我的 可能很嗨 可能很享受的臉 把他切成大頭照 再開一個FB的帳號來嚇我說 他公布我的照片 所以我覺得男人常常用這些方法 來威脅女人 如果 一個成熟的男人 是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想問你一下 你有沒有女人打過嗎 應該有吧 巴掌一定有吧 Hello 呃 應該這樣講啊 當然有 不可能沒有 可是話講回來 那你就是個渣男 會不會有人打 發死了 唉唷 打媽 什麼叫做 女人打男人叫渣男 那麽男人打女人就 跟人家在一起就親別人 沒對不對 路上看到在巴你一巴掌 你可不可以正常的想法 來做我被打 你為什麼要講那種 我做錯事被打 男人如果做錯事被打 那就應該 哈哈哈哈哈哈 我被打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跟朋友出來外面應酬 那應酬回家了以後呢 就因為喝醉了嘛 那喝醉了以後呢 就倒在家裡 沒有換衣服了 沒洗澡了 就躺在那個地上 然後又吐 哦 反正都算弄得太髒了 這肯定欠打的 這肯定會打好不好 他反正打太輕了吧 是我 是我哪一件灰光摔過去了 你交過幾任男朋友 到現在 如果現在記得了名字的話 大概八個 不記得了名字就不算了 那葉勤的呢 就是那個不記得名字就不算了 所以你應該有二十幾個 跑不掉了 可能maybe還不止 應該喔 我跟你講我經歷多 所以我現在看的男人也不會看 這個就是這樣 那你有沒有被女生打的 他互打吧 哦互打這個有互打的 互打應該打不贏你吧 你那麼鬆 還差也很鬆 但還是要手... 不能打到死對不對 蛤?蛤?蛤? 那這個... 你打女朋友的機率比較高 還是女朋友打你的機率比較高 哦... 女朋友打我比較多吧 這就是... 這就是欠打的男人 你是被打的還是打的 我女朋友在那邊 哦... 看他的出乎都是打我的 那你被打的原因都是什麼原因 長太帥了 哈哈... 你跑不掉跟你說什麼 男人不應該打女人 最好亮 然後呢 那女人為什麼可以打男人 話有講話來 女人打男人要有原因 女人會拍那些 很sexy的影片嗎 或者是照片 不會喔 正面有錄影是不敢說的 其實有拍很多 如果你跟你女朋友分手 你會把... 會拿來當作一個 要挾的藉口 還是說把她上傳到那些 社群頻道嗎 我跟她分手就把她消瘋掉 對 因為我曾經來過嗎 沒有 不是... 哇 你是好男人 你講真的講假的 她現在講這個是因為 她知道我們在錄影 對啊 如果今天沒有錄影 她會講 一定拋到底 他們全拋光 給大家看 來 你是個爛咖 搞錯了 再來 幾個重點 我還是想問你一下 比如說 如果影片對方已經上傳的話 我們要如何把這個影片 想辦法讓她下架 你都怎麼做 難道不能報警嗎 不能找什麼網路警察來處理嗎 就是報警啊 警察通常不在... 他們對於這種事情 除非你是名人 他們會重 只要一般人 他們不會理你啦 我們是名人 我們會不會拍 我啦 我就不會拍 嘿嘿嘿嘿 因為你身材不好嘛 我身材很好 我會咬很會咬很會咬 就是要隨著音樂擺動的好不好 我不是身材不好 我是覺得我拍的這個 對我來講沒有任何幫助 我是外表看起來粗狂 那實際上我本人真的很正常 其實應該是說我們這種人 其實我們的 不只是外在給人家看法是這樣 但其實我們內在跟私底下 其實就不太一樣的 我其實個人是非常保守 我只有跟男朋友才會做這種事 我要零肉合一我才能 我是你跟乖 男人不是都會講嗎 如果你不會愛愛愛 我一定要跟我分手 我就死給你看 那去死啊 OK啊 我就想證明他多愛我 那他就死啊 他就死給我看啊 我希望的是 哼 你要證明你的愛 OK你要這樣方式證明你的愛 那我們無話可說 我也曾經為了女人 你想去死啊 對 也去死 你很可愛 因為那時候我也是20歲 我也是20歲 講20歲出來 真的 我20歲 所以我也是社會經歷不夠多 然後認識的這個是年紀比我大 喔 因為你發瘋了 對對對 因為你對他弄得暈暈轉小 我的第一次都獻給了他 你的20歲才第一次 不可以嗎 第一次都比較痛 剛剛天妮講了半天 都是你在罵男人打男人 你居然還會為男人哭喔 因為我16歲的時候 我第一個男朋友他劈腿 他劈腿他還騙我 他實際上都是草莓 他跟我說他是被男生掐出來的 那我還真的相信他 然後後來他真的看過 他看不下去跟我來說 他有其他女朋友 我寫了很多心情日記 然後寫著有時候工整的字 有時候吵字 就發瘋的字 有時候哭啊鬧 我就一個人 就一個人在牆壁裡面 這樣垂牆 後來發現回頭看了之後 我就會覺得事情好像白癡 那我只是一個經歷一個過程 那現在我後來在ATT 前兩年才看到的男人 男人超醜的 而且他的光彩沒有我多 我旁邊都是帥哥 他是一個人 然後你不用排隊 他還要排隊 你這些所有的經歷 我看得出來給你傷害很深 你有沒有去看一下身心科 我不用身心科 高嘉瑜多交點男朋友 因為我覺得我還不知道他 我還不知道他感情狀況的時候 我第一眼看就知道 他發生這種事 他的男朋友歷練太少了 其實這世界上沒有好男人 所以給高嘉瑜建議說 要找好男人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之後再遇到這種事情的話 就不要逃避 勇敢的出來面對問題 不要害怕被腦大 因為你已經受傷 當那個受傷 再繼續下去的時候 你要知道你在那宣渦 只會越來越深 對啦 像我一樣我就勇敢 因為錯的人不是我勇敢的 像你這麼太勇敢了也不好 我就 把你那麽鐵門打破 把電腦那麽給摔掉 沒有 我鐵門撬開 然後呢把東西那摔打破 對啦 對不起啦